疫情衝擊可以用什麼方式來記錄呢 台中外埔區安定國小 安安定定歷險記第六集的繪本 就以疫情守護為主題 把師生走毒社區的點滴 在地特色融入到書中 透過色彩轉變 描述病毒衝擊和對抗的歷程 帶您一塊去瞧瞧 因為沒有做好一些防護措施 然後這裡亂招招 讓病毒更好傳播 小朋友進行導覽解說 這裡是外埔的圖書館 而他們是安定國小的學生 今年安安定定歷險記 繪本的第六集 以疫情守護為主題 把師生走毒社區的點滴 和在地的特色 以及食農教育融入到書中 那我們都知道在藝術創作 你很難線上創作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的老師跟小朋友 都感受到那種郁悶 那種很不確定的 但是我們把它轉成正能量 那所以第六本整個過程 花了比較久的時間 大概快兩年的時間 那老師用僅限了一些 少數的實體創作 那跟小胖是現在線上討論 那當可以回到學校 實體上課的時候 他們就實體創作 但是這個過程中 學生在他們會分享 他們把油彩 厚重油彩塗上去的時候 那種感覺是一種紓壓 是一種情感的一個表述 受到疫情衝擊 孩子們透過想像 把農村生活遭受到病毒攻擊 與對抗的心路歷程 藉由色彩的轉變 壓克力顏料的塗鴉 寄託於書中 將圖文創作 發揮到淋漓盡致 圖書館的角落 無論是閱讀區 還是展示區 甚至是階梯的走廊 都有小朋友創作的蹤跡 讓他們直呼 繪本從零到有 成就感十足 所以我們就想到 我們可以讓 外府那邊的一些特產 可以稍微有一些改變 然後再去創作這個故事 然後我就跟梅老師一起想 然後就想到說 我們可以讓火龍果 突然有一天 它的顏色改變了 那是因為什麼原因 然後就這樣慢慢的改變 一連串的故事這樣下去 蠻有成就感到就是 大家一起努力完成一本繪本 透過繪本的製作 結合在地特色和情感 讓師生們的心血和回憶 永遠珍藏在書中 安安定定定選記 Yeah